新城乡公所是成功举办了 曼坡幸福城福吐银翔 庆端午的包种子比赛活动 让民众在北浦国小大礼堂 共享了一场欢乐的盛宴 而这场活动也吸引了近千位的民众 热烈的参与 以往新城乡公所每年都举办端午节的活动 但因为去年的疫情影响而暂停 今年终于在北浦国小 恢复了正常活动的进行 新城乡公所成功举办曼坡幸福城 福吐银翔庆端午包种子比赛活动 让民众在北浦国小大礼堂 共享了一场欢乐盛宴 参加民众以无人为一组 共有一百组相亲报名参与包种子比赛 许多社区以及社团都纷纷组队共享胜举 这场比赛除了增添节日风雨之外 还让参赛者能够一同体验包种子的乐趣 这次活动取出前三名以及最佳团队讲十名 第一名是彭云先祖 以1分28秒完成 第二名为李伟臣 以1分40秒完成 第三名是刘静灵祖 以1分42秒完成 另有张世锋 潘树林 王莲叶 许树凤 郭彩宝 黄月珍 江林珍 潘树彭 王银春 和桂香等组融合最佳团队讲 可以说是包裹种子高手 参赛者包裹种子不仅可以带回家 与家人一同品尝 活动结束之后 每位参赛者还货赠一颗种子 以及金美宣导品 让他们能够纪念这次南万的活动 我们因为疫情很严重的 很多活动都停止反例 一直到今年 疫情已经跟我们生活做会了 政府也开放 港工 国民也都大爆发 镁定在三个月前 就只是说 我们爸爸长的比赛几十年没办了 今天今年一定要办 所以就请我们导书馆的官邓 官官邓就开始与办理 今天这个爸爸长的比赛 今天要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乡亲大家在座 在这里敬礼 也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乡亲一起参加比赛 我开到很多非常食肆的一些朋友都有报名参加比赛 也希望今天的外丼顺利 完美 最后我代表表长 祝福各位乡亲 祝福各位乡亲 让全家团圆并享受节日 然后现在许多社会年轻人可能没有机会学习包装的技巧 这是令人遗憾的 因此这次端午节活动 让儿童青年以及长子们相亲一同来参与 透过长辈们的经验传承 让中午节包装着的民俗记忆得以元席下去 记得喜欢我们 请下期再见 期待